整個就在每個狀況 行政院長陳建仁 准赴總統蕭美琴到花蓮勘災 民進黨立委沈柏洋 陳寅 國民黨籍立委傅昆綺 花蓮縣長徐正衛 一早就在縣府災害應變中心接待 造成未來的爐損的部分 可能要請習政院來協助 重傷最慘的是觀光力 可能要考慮到整體減稅的部分 因為我們這邊已經是災居 注意復健的部分 我還是一樣請吳征城政委 來做我們對組的安慰 主力動作已經撥了三集 先到憲政府政院 讓憲政府能夠來積極實用 在憲政府可以領取各項 救助紀錄規短 跟臨時的工作今天 而且免納手的稅務 協助花蓮重振 陳建仁強調 新政院已經啟動相關的政戰辦法 而東華大學理工藝館實驗室 也因為地震造成的大火燃燒面積超過1000坪 校舍嚴重受損 蕭美琴到場關心 這些器材設備 他們也會全力協助 如果涉及到跟民間廠商之間的協調 跟需求的取得 那我們經濟部也會全力的資源教育部這邊 就怕大火影響學校的產學合作進度 學生學習權益 蕭美琴帶著經濟部長王免花 教育部長潘文中到校瞭解 承諾會全力給予協助 0206的地震 當時我我人在花蓮 那我們知道第一時間的救災救人之外 後續需要讓人民生活能夠恢復正常 有很多的不同項目的工作要做 那這一點我們一定會跟我們的 縣自由的行政團隊 大家一起共同努力 蕭美琴陳建仁分頭勘災 要用最快的速度 充建花蓮 明日學院莊順發 先要得洪順德 花蓮報導 我們可以看到